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法院来申请羁押 而死亡男童的家属也不满 因为嫌犯他曾经取刀威胁要伤害自己的儿子 后来被强制送医 结果怎么还会出现在外婆家造成了这起命案 他们质疑相关单位管理有数学 男童被爸爸抱在怀里送进急诊室 后头的外婆一脸焦急紧跟在后 7号嘉义现一名一岁男童疑自遭父亲虐死 男童舅舅强烈不满批评台中社会局和医院害死人 既然说医院要采隔离还是强制治疗的时候 为什么又把这个人放出来 我们相信专业 那两个专业的人士都做了错误的判断 家属指出5号男童父亲持刀威胁伤害男童 但台中警方强制送医 由于男童母亲出国 社会局并将男童强制安置在嘉义外婆家 但男童父亲随后就到嘉义要求同住 外婆说男童父亲相当疼爱他才答应同住 但没想到他会动手伤害男童 持经验转送到台中医院的时候 那看医院的意思 他是怎么去做一个病情的一个分析研判 对 所以他是持经离开医院把他离开 这个部分真的要问医院 有需要检讨跟改进的地方 因为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事实上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对于一个高风险家庭的安置 事实上他如果一方 父母一方可能有疑似精神状态 他可能要提高他的成绩 而上午在意检方解剖男童 确认为外力撞击锁后脑 造成脑水肿自息死亡 但男童没有其他外伤 生前是否受虐还要进一步调查 至原本承认杀害男童的父亲 复训后公辞出现反复 额童遭受外力撞击这一部分如何造成的话 该名蔡幸犯罪协议典的话 并没有公司 而且他变成当时他半夜外吃之后 回来这一段期间他全盘忘记了 由于男童父亲是中国籍 检方认定涉及重罪且有逃亡之余 一向法院申请羁押 记得台中嘉义综合报道 故宫至德云的生态池 每年夏天荷花盛开 是很多摄影爱好者的外拍圣地 不过这几天就有民众发现 故宫为了要消灭外来种的美国熬虾 还有福寿罗 竟然是下毒将所有原生种也全部都给毒死了 造成大批鱼虾尸体还有散发恶臭 不过故宫解释 从二十多年前任养治德员以来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利用天然的苦茶破来进行防治 而经营也不例外 故宫认为这是最天然环保的方法 照片上的死虾死青蛙是摄影工作者灵犀迷目及 他一早在脸书上po文 也痛批故宫所管辖的制德员 为了对付外来种的美国熬虾福寿罗 竟然下毒把两个荷花池内的生物也一变消灭 简直是一场生态浩劫 消息曝光后也引发外界的关心 进去的时候要为 糟糕这样也有可能会下毒 我第一个联想 他其实看下真的是就完了整理 持日子里面就是小鱼小虾蝌蚪全部使光光 一万只的蝌蚪一直都不成 雷西明说因为带学生外拍以及带小孩来玩 他时常到故宫的制德员 印象中故宫每一年都会针对外来种进行防治 但早几个星期看到池中的小鱼小虾 还有数万只的蝌蚪 感觉生态恢复正常了 没想到昨天再来就只剩下动物尸体跟症症的恶臭 不过故宫对此解释 每年都会在这个季节利用天然的苦茶破进行防治 让民众夏天可以欣赏到莲花荷花盛开 一年到头都是经常在亲旧手去抓这个凹虾 跟这个摘取这个腐瘦罗的软 那只是说因为在每一年四五月的时候是这个荷花季 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没有释放苦茶破的话 那可能它的这个嫩芽都会被吃掉了 都会把凹虾破坏或腐瘦罗破坏 那就长不出来了 故宫表示 凹虾跟腐瘦罗危害制得源的生态 已经是几十年的老问题了 故宫选择了最天然环保 而且不伤人体的防治方法 但始终无法根治 也再次提醒游客不要任意放生 以免破坏生态 借陈淑军张国良台北报道 墾丁珊瑚提前带来了好消息 不到农历三月就开始产乱 珊瑚研究人员认为 这是今年初气温偏高 导致后壁湖一带的水温比较高 部分珊瑚就提前产卵 这是最近四年多来 比较罕见的情况 漆黑的海底世界冒出一颗颗橘红色的卵 随着水流飘动 肯定海域的珊瑚传出喜讯 开始产卵 吉北珊瑚 橘珊瑚大量残卵 让海底世界增添色彩宛如美丽星空 有一些潜水爱好者 他们在潜水的时候就观察到 这种残卵的现象 那跟我们讲 那我们好好去看 真的看到蛮大规模的这个珊瑚残卵 每年农历3月23日 妈祖生日前后 肯定珊瑚残卵季节 但最近几年气候变迁剧烈 偶尔会出现提前或是延后情况 而且近四年观察 农历3月4月是传染的爆发期 像今年大幅提前到农历2月底 研究人员也说比较罕见 我们估计退估是可能跟去年 就是年底的这个气温啊 就是异常的这个感觉 没有那么冷有关 那当然这个水温的资料 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去做统细分析 看是不是跟往年有差异 水温升高 让后壁湖一带珊瑚出现提前残软现象 但肯管处也表示 农历3月前后一个月出现 都算是正常现象 同时也呼吁非研究型的潜水客 夜间尽量避免潜水干扰 破坏珊瑚的好事 记者李璇 陈显坤 屏东报导 台湾在国际比赛中又拿下了好成绩 蝶杯台湾女子记录保持人 松山加上一年级的学生 林梦新 在蝶杯世界锦标赛 个人赛的项目当中夺冠 她是松山加上一年级学生 林梦新 目前是台湾蝶杯运动 女子记录保持人 到美国参加竞技蝶杯世界锦标赛 在个人赛333项目 以1.915秒拿下世界冠军 另外新亚国中二年级吴亦凡 也在国际组徒手接力363项目 拿到世界冠军 有二金 七银 五桶 总共共51面的这个奖牌 这是我们所有亚洲区里面 我们这次比赛里面是获得了超纪录 而且是最好的一个成绩 蝶杯运动在美国已经风行几十年 可以训练专注力 也是一种比速度的竞赛 林梦新在出国比赛前 为了让世界认识台湾 也让台湾认识蝶杯 还特地到台湾各知名景点 拍摄影片上传到网路 每天花两小时苦练 林梦新认为 玩蝶杯不是跟别人比 而是跟自己 其实我不是想要跟别人比赛 我想要的是超越我自己 对 那其实蝶杯就像它蝶起来的一样 它是一个让我蝶起来向上的一个动力 竞技蝶杯世界锦标赛 是这个月六号七号在美国举行 共有来自世界十六个国家 近三百名世界好手参加 这次台湾代表队成绩斐然 也创下有史以来参加竞技蝶杯世界锦标赛 得奖最多的记录 记者许文字须其风 台北报道 你会参加竞技蝶杯 在美国举行 你会参加竞技蝶杯 你会参加竞技蝶杯